请允许我们向您介绍一款来自Acala的智能浴霸 它是一款能够智能控制浴室、横温、横湿、分数的设备 能够为您带来舒适的浴室氛围 它还拥有多种安全保护功能 能够有效防止过热、过压等安全隐患 使用Acala智能浴霸 您可以通过手机APP或者遥控器来进行远程控制 随时随地地为您创造完美的浴室氛围 还支持智能家居平台 能够与您家中的智能设备无份对接 帮助您更加便捷地控制家里的各项设备 马上我就要失业了 这期视频的片头完全是由最近最火的ChatGPT自动生成的 我只是念了念稿 再这么发展下去 我们人类只能去踩单车发电了 OK 下面的内容就不是由AI生成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Acala智能浴霸的外观 对了 波子啊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Wavetech浪科技 我是Eric Acala智能浴霸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 浴霸主机 浴霸面板 配件还有包括通风软管 通风窗 风管的曝孤 龙骨的挂钩以及蓝牙遥控器 浴霸的主机分别有M1 M2两个24伏的电机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电机配备的散叶造型也不同 M1 M2电机可以同时用于暖风和送风功能 其中M2电机还可以单独反转实现排风的功能 下方就是一个2800瓦的PTC陶瓷发热体 PTC的全称是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通常这种材料是由陶瓷发热体和U型铝片组成 陶瓷发热体的发热量快速传导到铝片上 并通过两个分机快速扩散到浴室里 PTC的好处就是不像传统电热丝一样有烧红的问题 如果分机发生故障 PTC仍然可以保持预设的温度 具有超温自动保护功能 而且下方配备温度探针电机发生故障时也会自动切断PTC电源 安全始终是生活电器最重要的一点 有了安全我们接下来才可以聊智能 整个浴霸智能部分由边上的小板进行控制 支持Zigbee 3.0连接到Acala智能网关 可以同时对接到Acala Home和Apple HomeKit平台 同时支持蓝牙5连接到遥控器 最多同时支持5个遥控器同时连接到一个浴霸上 接下来是浴霸面板 浴霸的面板上有一个M3电机 用于控制导分板的开关以及摆分功能 边上有个亚克力板 上面有各种的指示灯 接下来就是这个面积巨大的照明灯板了 灯光支持调整亮度以及色温 可以做成领域房的辅助照明 这里有些提前收到产品的小伙伴 包容用手机相机贴近拍照的时候 可以看到频闪问题 这里也稍稍做一个科普 PWM调光是靠快速开关进行亮度调整的 Acala U8的面板采用的是1000Hz的PWM调光 根据中国LED室内照明技术的要求 GBT31831-2015的国标要求 波动深度应该小于0.08 Acala这款浴霸面板的波动深度 是完全符合国标要求的 手机贴近光源拍照的时候 相机会自动调高快门速度 用来保持曝光平衡 只要快门速度超过了PWM的调光频率 就比较容易拍摄到闪烁 在实际使用中 人眼完全感受不到这么快速且微小的闪烁 当然我不是医生如果特别讲究的用户也可以买频率更高的灯具 当然价格肯定也不菲 比起家里用的交流50Hz的灯泡 如果用高速相机也是可以拍出每秒钟100次的闪烁 好了对于ETC来说我这里怎么讲道理他们也是不会听的 如果有什么不爽的欢迎来评论区 你的每条留言我都可以看到 这里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接下来说说看如何安装 如果不是300x600的机层吊顶 要在石膏板安装一个木框架和转换框 这里我们使用耶赖的转换框进行安装 所以这又不是一期恰饭的视频 吊顶的开空尺寸是305x605毫米的长条形 上方打好木框架套上转换框就可以了 预霸的主机放在木框架上 预霸的面板卡在转换框上 如果觉得自己动手能力不是那么自信 最好还是请专业的团队来安装 下面来聊一聊智能部分 在Arcala Home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温度和运行模式 下面一个奇怪的待机按钮 这里希望Arcala可以统一一下各种空调 各种面板以及预霸的产品界面 每一款产品都拥有自己奇特的控制方式 下面是调节灯光的开关 色温以及亮度 预霸主要支持暖风 吹风 换气等不同模式 下方还有分数调节以及温度调整功能 预霸的测温是靠近风口的温度探增完成的 我们知道热空气容易上升堆积在天花板上 所以Arcala这里也做了补偿模型 自动计算浴霸下方一米左右高度的温度 当然一般女生洗澡的水温 这里还是建议把浴霸的温度调得高一些 并免因为热气造成浴霸自动降低暖风的温度 Arcala的浴霸应该是全球首款Honky浴霸 这期英文版的字幕就会比较费脑了 你说这浴霸的英文名到底叫什么呢 嗨 先不管了 在Apple家庭里 Arcala浴霸会显示成一台暖气和灯 暖气可以调整温度以及分数 如果单独只调整分数 就会变成送风模式 灯光也可以调整亮度和温度 不过这里漏掉了一个换气功能 估计是因为换气和暖风是不能同时打开的 所以Arcala这里就漏掉了这个功能 不过和产品经理聊了一下 他们说会添加换气功能后重新送手 希望在下次固件更新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家庭里多一个换气扇的功能 Arcala智能欲霸作为卫生间Honky的最后一环 终于可以实现不动一根手指头的卫生间全场景支持了 通过识别人在卫生间的不同区域 开启特定的设备 配合摩恩智能Hasa系统 甚至可以让Siri替你优先放好洗澡的热水 Arcala智能欲霸提前预了卫生间温度 在冬天洗一个暖烟的澡难道不舒服吗 OK 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 如果不喜欢 也可以发给你最讨厌的朋友 说不定他会喜欢 如果有什么不爽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